明年CHP新女团要出道了 最近CHP股价节节飙升,公司状况越来越好,甚至不少人看好能够赢过CHP成为韩国经纪公司的老二 Twibes不止在韩国超火红,在日本也是男团等级销量,有日本专辑预购破33万的超狂纪录 GOTG虽然在韩国没有像Twibes如此高的大重任之度,但粉丝群依然很稳固,特别是海外粉丝,尤其是东南亚,中国粉丝特别多,在海外人气相当火爆 诗地团SpaceKids,全体都会作词作曲相当有才华 从生存节目就累积起来的忠实粉丝 以新人来说人气相当高 出道先行专辑MIXTAPE成绩也不错 而最近有传闻指出,前途一片光明的CHP要在明年推出新女团 韩国网友指出很可能在明年推新女团的原因 2月27日 练习生Showcase后补有了轮廓 2018年下半年推出生存实际节目,暂定16R 2019年上半期预计新女团出道 就来看看传闻中很可能为新女团人选的练习生吧 首先是不少粉丝很熟悉的申柳珍,2001年生 不只曾在防弹少年团Deezer出演 参加Nixon展现惊艳的舞蹈实力 加上亮眼的外貌 很多观众觉得申柳珍柳子鱼,雪炫,拉恩的感觉 第二位是CHP的新人演员加练习生 申恩秀,依依,2002年生 不仅已经是CHP旗下新人演员 歌舞实力也是值得期待 三位年纪更小 申幼娜,2003年生 练习生两年 才国中的年纪啊 就这么貌美 太犯规了 难怪造成讨论 Stray Kiss第一集女生组外貌让人惊艳 总共有7名 很可能是未来的女团人选 从左到右是 未来新女团还很可能会有大家最期待的SOMI了 真的很期待CHP新女团的当生啊 也希望,CHP有了新团也要好好对待旧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